《詞曲 》 《詞曲 》 《詞曲 》 非常地驚訝 我看得又哭又笑 覺得那是我們大家的故事 非常地感動 跟女兒吵架的時候 我也哭了 我累臉怎麼這麼低 沒想到這麼感人 然後我跟湯哥 我們都沒有準備面子 所以我們就只好拿口罩 我真的很醒鼻涕 很奇怪 為什麼眼淚就自己掉下來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這個戲謝謝大家收看 在台北收音 然後得到很多的回想 大家很喜歡 這部戲應該是男人 因為男人很少訴說自己的事情 男人表面有閨蜜 所以台灣男人講自己心情的事情 成長的過程 親親愛親友情的東西比較少 所以這部戲比較特別 我做了也是工作做那麼久 很感謝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成長等等等等 我也到了65歲 這部戲也給自己成長的過程 做一個詮釋 其實是四五年級生的一些故事 然後怎麼從南部上來 怎麼樣在父母期許之下 然後到台北來工作 我現在還常回南部 就是很多這樣子的過程 所以這部戲有很多親親愛親友情的故事 也有在世界上碰到一些狀況等等 能不能處理 也碰到老的問題 也碰到自己父母 這個生死啊衰老的一些問題 所以適合很多人看 不管你是各年齡階層 其實滿熟齡的一個舞台劇 但是也有很多年輕人來看看 你才會體會到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可能是你的父母 他的心情在是怎麼樣 等等等等 而且我最高興的是我的男女人來看 因為男人很少說自己心情的 台灣也很缺乏這樣的戲 所以得到一些回想 我們要到高雄來了 那就是十月二七、二八、二九 最近廉價也比較多 所以各位知道這個訊息的話 希望告訴朋友 我們也希望你們都在高雄來見面 謝謝大家收看 這個戲我覺得 我保證您看了之後呢 會有感觸 好 然後希望您來 我們在劇場見 謝謝